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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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结婚快八年了 跟着他这么多年我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 但我不怕过苦日子 可是他一次又一次触碰我的底线 每天都去彩片站买彩片 要不就没事在家里看那个手机上的走势图 想一夜暴富想的现在有点走火入魔了 他现在也不出于努力赚钱 改善家里的生活 对家庭现在也一点也不负责任 他总这样我一点希望也看不到 要是换到别人 孤业早就和他离了 分手这个词 现在看来用的太浅了 这意思就是离婚嘛 更严重一些 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韩31岁来自河北医药销售 女嘉宾小王31岁来自河北无业 来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是在北京上班 一块上班认识的 完了回来 我们不是08年就结婚了吗 结了婚之后没多久 他就迷恋上彩票了 买彩票 那我买彩票咋了 买彩票 我认为他是一种投资 买理财跟基金 他不都是投资吗 我这个买彩票跟他那个性质不一样吗 根本都不是好好买彩票 他每个月他都花好几千去买彩票 那时就是他下岗我上班 就你现在呢 我现在那个工作一年多了 他一个月那时就是买好几千块钱的买 那你一个月收入多少 我那时一个月收入也就是两千多块钱不到三千块钱 那他那好几千好几千的钱从哪来啊 有的时候就是他妈偷使给他 他妈还知道买彩票呢 你买彩票到现在为止你统计过花了多少钱吗 大概也都是五万多吧 中了多少啊 中了一万多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买彩票呢 我那跟朋友出去 朋友说那个走咱们俩去彩票站 结果都去了 我就琢磨着买我们家那个车的那个车办号吧 结果我们这车办号真中了 那你后来再买彩票中过吗 中过几次陆陆续续的 你这个营收你算过账吗 你不是说这是个理财吗 你五万块钱你最后挣了多少钱 一小博大呀 你挣了多少钱 五万是小五百万是大 博到了吗 没有博到 他买彩票都已经着磨了 整个一个就是神经病 你说你给我去玩一家好好的 你说你在台梯里待半天干嘛呀你 我在台梯里有研究彩票呢 我找灵感呢 那有你那么找灵感呢 咋没有呗 有上楼这个下楼的 哪个号进哪个号 买完彩票回来的呢 你就把衣服给我扔了 衣服挨这什么事了 衣服挨那回事是 我穿着你给我买这身衣服 我那天早起我都走了 我打那个打彩票去了 结果我等他打了一天 我一分钱我没中 他早都没中呢 我都琢磨呗琢磨 我都看着这身衣服 我都来气了 到家我都脱了笼呗呗 我要穿这身衣服 我肯定能中 就他这样你不管他吗 作为妻子 我管了呀 我管不了他 现在都主要是 他因为这个跟你动过手吗 动过手 就因为他那个 跟他妈去要钱去了 回来了 简直我知道了 他说他中了那钱 那彩票中了吗 那肯定的 我中了那是五千的 你都给我撕了 那我当时不是不知道吗 那你就动手打我吗 那我打你是不是 我从中了 肯定要打你 五千块钱呢 少啊 对了吗 那我不跟你搭钱了吗 那后来你跟我玩啥小时针 我凭啥不跟你玩小时针 第一次你敢动手打我 第二次是不是就敢跟我 挪棍子了呀 我还在家等人打死我是吗 因为彩票他动手打你 对 是因为你撕了他的彩票 里面有中奖的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那次你说因为你买彩票 我就生气了 生气我就 因为跟他生气嘛 就是生那种憋气 然后我就直接去上班去了 到班我就休克了 休克把我班人都下桌下 我班人就把我送医院去了嘛 你知道这是什么病吗 就是心脏病 全是让你气出来的 我以前跟你结婚头 我有过心脏病吗 你说 我有过吗 那后来不你也在家心里了吗 我全都是你气出来 你就想气死我是吧 你在家心里之后 我不也找了一份工作吗 我也学好了吗 现在他不在我跟前 他去外地上班去了 离我家就是有一百多里地吧 他现在住他的哥家呢 等于夫妻 两人过异地生活了是吧 对 一个礼拜他就回来一次 那你还给家里交钱吗 每个月交那个基本工资给他 基本工资是多少啊 一千五 其他的钱就 其他的钱 我得有应酬啥的 我也得留点 你一个月到底挣多少 你能告诉我 这个不能告诉你 保密 行吧那你这么告诉我们吧 这一千五大概是你收入的多少 肯定不说 我换个问法问你 你每个月花多少钱买彩票 现在 我不说多少钱 是工资比例的多大 买彩票 告诉大家 这我还不说 我一说他都知道了不是 他也会算 好 今天你是想来离婚的对吧 对 那你来今天是干嘛的 他说离婚 那我挽留婚姻了呢 你是挽留的 挽留婚姻 你为什么自己的妻子都没有权利知道你挣多少钱呢 你拿什么挽留啊 好吧咱们接着聊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你告诉大家 他就交我那点工资 整天总是说他在忙 忙 有多忙啊 再忙你就给我拿到那点工资 我在忙业务呗 那我毕竟我扛过去 你是忙业务吗 我查你好几次了 都跟那对不上 你用什么查 就是给他手机安装了一个360可以定位 就是那个是防止 那个手机丢的那种 嗯 我就那个我就给他安上了 安上我就发现他 就是说好几次 就是说明明他就是去彩票站呢 或者干别的事啊 就是反正就是那些 那我在外的工作 你就给我按这个定位 那我觉得你太不信任我了 我肯定不信任你 我是为了这个家出去工作的 因为彩票因为你走糊了我 再说讲话 那些事我都有证据 你有啥证据 就是那些就是定位的事啊 什么的 还有那些就跟女的 准备不着那些手机 女的跟小 咱们现在定位的事 咱们先放在一边啊 跟女的有什么事啊 她跟她菜姐 那是客户好呗 我那都有证据了 你还说是客户呢 你有啥证据 行吧咱们先 所以信上我东西照下来了 咱先看证据吧 我一会儿去做保养 完事的咱们出去放松放松 电话联系 接着去单位嘛 去老赵开会 开到几点 这个说明什么 你带她去放松放松的 有什么好放松的呀 那放松不白天都忙吗 那晚上肯定有时间 那现在做的吃吃饭有啥呀 有一次她可回来了 礼拜六回来的 回来到家还没半个小时呢 就接到一个菜姐的一个短信 搜索就走了 我就发现她那个手机上 那个我当时不看见了吗 菜姐说叫她回去呢 你知道那时候孩子 她有病的呀 菜姐有事着急走 她家楼房去买的装修 正在装修 那她没空看 她让我看 看一下就咱了 是菜姐重要 还是咱家重要啊 孩子还有病的 再说我问你 孩子现在考学习怎么样 知道吗 现在已经全放在菜姐身上 你根本都不关心这些事啊 那菜姐是我的一个大客户 不是 我工作嘛 是吧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我出去的 我不能说给客户 那个答的不满意了吧 你是给客户答的满意了 这家估计你也答的算了 我现在在我们单位 我这销售第一 那全部都是人家 菜姐帮着帮着帮衬正面 我特好奇地问一句啊 你在你们单位销售第一 跟这个家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你在全中国销售第一 跟这个家也没关系啊 因为你一个月不就给家里面 一千五百块钱吗 钱呢 钱 我得忙 忙业务啊 有的 不是钱你忙什么业务啊 你什么公司啊 你跟我们说说 医药啊 我特好奇 医药啊 我开发一个店 它得搞活动得我掏钱的 医药代表自己掏钱 对 我承包了因为那个地方 你还都 你都做这么大了 哎呦 那你一个月不少挣啊 你挣的钱呢 钱我肯定 我肯定 我肯定 不是你口口声声说 为这个家对不对 对 钱呢 钱 男人不管家 也不给家里钱 人家提出离婚你还不离 为什么 钱我都忙事业了不是钱的 忙什么事业 你不是还买彩票了吗 对啊 我现在这彩票啊 不像以前那么勤了 问他 现在挣了多少钱一个月 你一个月挣了多少钱 这回你当大家的面 告一告我实话吧 这回 七千多 七千多 你就给我一千五 那 那么多钱 你都留着干嘛去啊 你究竟你是买彩票 你还是陪你菜姐 给你菜姐花了这钱 我买彩票了 我不信 但是我没给菜姐花过一分钱 她一个月花五千五买彩票啊 反正我是不信 我就认为她 有一部分肯定是买彩票了 有一部分肯定也是给菜姐花了 要不她就整应不着 五千给我解释一下啊 我熟了我得有点钱吧 我得存起来吧 我不能都给她吧 为什么呀 她不是你老婆吗 她是我老婆 但是我在外的我生也多呀 我印象也多呀 对 你男人可以有些零用啊 没人不让你有啊 我可以有一些那个 我审上可以有一些那个钱吧 毕竟我现在是做销售的 可以呀 那不挺正常的 那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对她财务不透明呢 我一透明她都跟我那啥 她都跟我闹 你是真想跟她离 还是哪里事儿吓唬吓唬她 我就真想跟她离了 我根本都跟过不了这种人 以前是总买彩票 现在家伙跟她一个菜姐 你说关系 我没跟菜姐 你不能那么说是吧 你现在实际上面等于说 过去她买彩票这件事 你是能原谅和容忍的 对吧 我也不能原谅和 她因为这个事儿打了你 你也是容忍的 我只能说我为了孩子我去容忍 你现在不能容忍 是你怀疑说你先生对你不忠了 是这意思吧 对 还想过是吧 过 好 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做最坏的假设 这个人就是还迷恋买彩票 这个人就是跟那个异性朋友 他们有一些不正当的关系 但是他保证说 从今天开始 我跟那些阿杂不堪的生活 挥手说再见 你会考虑跟他再在一起吗 我得看他这事儿就说的是 他真的能办到办不到 如果是他能办到 我就肯定会跟他在一起 我明白了 还有一个大问题 当时你为什么嫁给他 当时就冲他对我特别好 完了我琢磨着完 就对我挺好的 反正也都是老乡是吧 家也都跟起来的 就结就结吧 孩子多大了 孩子八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跟他关系好吗 小时候还跟他挺亲的 因为现在总也看不见他 孩子现在他回来了 孩子就说 偷着跟我说 这男的谁呀 他怎么总上咱家来呀 就这样了你说说 那看来 儿子跟父亲的关系 还挺陌生 对 好了 应该怎么办啊 这段婚姻何去何从啊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说你爸 不挣钱的时候 好意入劳 挣钱的时候 以止气势 你现在挣钱了 哪怕你一个月 挣七千多 往家里交一千五百块 你想过以前你下岗的时候 老婆养你的时候吗 还口口声声说 我是为了家里 这不是一个买不买彩票的事 也不是一个菜姐菜酒的事 而是一个自私不自私的事 你现在脸上满满写自私 刚才我全场听下来 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也就骗骗你老婆 这件事情到最后 我相信你最后是可以说服你老婆的 我相信这个女人也是会为你心软的 为什么 因为她有个小孩 她就被你攥在手里了 以后你按照那七千块钱 我再多给一千五 给她三千 照样在外面放风 你是打算要这样吗 你打算要这样一个男人吗 我不打算要 如果她告诉你 她都能改 你相信她吗 我得看她实际行动 她实际行动 她多给一千五百块钱 实际行动是 她给我一千五百块钱 但是如果说她以后吧 对 以后再多给一千五 你相信她吗 我得一点点查 找证据查 对吧 如果说要是查出来 她确实真的都改了 什么都想变好 姑娘 姑娘 你看你查的多 真挺傻的 你什么事情 其实心里面都明白 你不明白 你查他什么呢 你心里都明白 但就是希望找一个借口 找一个支持自己 我是错了的理由 你现在还年轻 小孩不能带吗 凭什么呀 让他一次的骗你 等到你老了 他还走了 丢下你个孩子 比现在惨多少倍 跟着白眼老 有什么幸福可言 不管他穷的时候 还是富的时候 都没你什么事儿 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说之前啊 先解释一个事儿 彩票是怎么出来的 彩票是 其实是以一种抽签 对奖的方式 来筹集一些资金 做什么呢 为国家的一些公众事业 像福利啊 像体育这种公众事业 筹款的 它不是用于赌博的 但是 偏偏这么正当的一件事呢 当他遇到心术不正的人 就会变味儿了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妄图把一个很正当的事情 变成一日暴富的一种 一种方式 可能吗 说你心术不正 还反映在你工作上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你跟这个所谓的客户 在有暧昧的关系 我也不相信你喜欢他 你图什么呀 你图的是 他可能会给你带来的生意 还是钱 取之无道 即使你是销售第一 用这种方式换来的 你也不是什么好的销售 你现在在外头整天撒着黄 过着一貌似很风光的日子 有你们这个家里什么关系吗 那要付出太多了 支撑这个家带孩子 同时还要监督一个不称职的这个男人 我觉得他在你面前 老公这两个字根本不配 当他回到你身边 断绝那些所有的那些业务 或者是朋友的往来 然后再断去他买彩票 这种投机性的行为 那会儿你再考验他一段时间 如果他真是说诚心忏悔的话 我倒觉得可以给他一次机会 但是千万别听他怎么说 天花烂坠的都没用 关键看他怎么做 给他一段考验的时间 好不好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赵川问他说 你收入是多少 在那一刻他脸上所表现出来的 是一脸的皎洁 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啊 那我说了他不都知道我多少钱了 足以证明他一直是存在着侥幸 和投机的心理来面对生活和感情 买彩票是这样 说话是这样 以至于买彩票的时候会疯狂到 今天没有中彩票是因为这件衣服不行 要把它拖了扔掉 但是荒唐这些我东西都可以理解 我想问你一点的是 你在遥远的城市你不思念你的孩子吗 你自己赚的七千块钱 你只掏一千五放到家里 你没有想过他娘俩 会过得怎么样吗 按道理来说 不说很有责任感的一个男人 但凡是心里有着这个家 就唯恐往家里放的钱不够多 怕他们娘俩这日子过得不好 可没见过谁 掏个一千五在家里不足工资的三分之一 而且还不告诉对方 我赚钱赚多少 我不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你心里根本不担忧 老婆孩子在家里过得怎么样 你既然那么不在乎他们 你们要挽回干什么 在乎他们 你哪一点体现出了你在乎 你别光嘴说 你只要但凡说出一条你在乎他们 那我寻思了这一千五给他们 还不够他们还 这一千五就是在乎了 你除了扔了一千五的抚养费之外 你跟离婚实质上不是一样的吗 你实话告诉我 你七千多块钱一个月 一千五交给家里 另外的五千五 除了部分用于应酬 工作应酬之外 其他的钱花到哪去了 其他的钱没花 我存了一部分 你存了一部分 我吃饭啥的我得花一部分 你为什么不存在老婆那呢 你一个大脑爷们 在另外一个城市 这见人影见不到 好歹家里有点存款 这你二俩能够安心一点吗 你还要说谎 其实你也是有你的问题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事情到了如今 很显然他今天 想回头的真诚是不够的 他到今天还在投机 甚至不愿意告诉你自己所有的收入 这样的男人显然是不可靠的 我都特别的疑惑 为什么你们坚持了七年到今天 才来闹离婚 其实你内心还不想离 你根本就不想离 但是我告诉你 就以今天他这样的态度 在离婚这个事情上 如果你一再再迟一下去 他心里迟早还在想 能瞒你多久是多久 绝对不能让你知道所有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逼到绝路上 逼到墙角处 告诉他你真正的态度是什么 虽然一个人带孩子 生活可能会比较艰难 但也总好过 一个这样的陌生人 时常在你心目当中 让你去担忧 让你去烦恼 你说呢 该离就离吧 该要的抚养费一分都不能少 就这样 面对你妻子的时候 你至少有一个坦诚的态度 不要再说谎了 你们自己考虑吧 时间留给你们 房间六十秒 喜欢 对不起我错了 听了三位老师的扁评 我知道我差点把这个家整散了 我以后打彩票这个我妈妈得改 跟蔡姐那事 我不会跟她像一下子跟她联系那么密切了 毕竟她也是我的客户 请你也体谅体谅一下我 以后我也会多回家陪陪你跟孩子 钱的方面是 我给你三分之二我留三分之一 你自己想想 我跟你结婚这八年了 你说姐后我因为你 我就得了心脏病了 你说你这话还是卖药的 你问过我吗 问过我说 爱心脏好点没呀 我去给你弄点药去吧 你从来没有问过这些 也没有问过我说什么 孩子最近怎么样啊 好没好啊 那个学习怎么样啊 孩子这你也没有关心 你说你 你说什么好啊 好 时间到 两位老师啊 麻烦您把那个结婚证交给女同志 两本都交给她好不好 结婚证让你妻子保管 你没意见吧 没意见 我让你拿的这个是让你保管好 万一少一个理解不也麻烦吗 保管好 至少这样婚姻主动权 你还有一部分拿在手里 行了两位都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 请回 来 请关门 生活要他们自己去走 日子是他们自己写旧的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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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你我都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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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后我开始实际行动啊 行 来吧 来吧 面对镜头吧 不用那么愤慨 也不用那么愤然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只有一个建议 你 既然女人今天已经这么保护你 这么保护这个家了 你回家在私下的场合 麻烦你能把所有的真心话 掏给你的妻子就可以了 我觉得哈 你出来你不见得马上都要跟她在一起 明白吗 看她的行动 你们的生活你们自己写旧 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你们的任何生活 我们提供的只是参考意见 我是能大概有一个主是能做的 如果 你下次决定 离开这个节目 你通过观察 你觉得我决定不再离这个婚了 我欢迎你 带着你的先生 再到我们的现场 我给你们补一个订婚的仪式 如果你决定 离了这个婚 其实 大可不必再来了 好吗 好 谢谢了 我要说的就是 祝两位幸福 请回吧 我理解陆琪老师和图里老师两个人态度 我是理解的 确实你会很气愤 但是说句实话 那还是他们的生活嘛 我们的老师们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表达他们的一种状态 他们的一个观点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 下一组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和他在一起为他付出了很多和牺牲了很多 但是他今天却要和我说分手 我现在没办法跟他生活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跟他在一起以后 我的生活就变乱了 而且我会崩溃 其实我每次和他吵架都是他有错在先的 但是他每次吵架 他从来都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反省自己 每次还死而怪我 他前前后后 对我说分手应该不低于三十次了吧 对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说都无法忍受 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还是分手吧 这大概是一幕爱情的翻转剧 也许会比上映个听起来轻松一些 接下来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浩25岁来自贵州 食品工厂员工 女嘉宾小文24岁来自贵州 婚庆思宜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你今天来干嘛 我觉得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了 我今天是来求他和好的 你觉得我们可能还会在一起吗 我知道错了所以你能 你的错能够弥补我的自尊吗 你想一下 你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 既然伤我耳光 你觉得这是一个男人能够忍受的吗 你告诉我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吧 咱从头说好吧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高中的高中同学吗 高中同学 对对 那个时候就是我对他 有一点好感 就是我那个就经常会主动的找他聊天 联系他打电话给他 发信息给他就一起出去玩 看电影然后我就跟他表白了 然后他就同意了嘛 怎么一脸切切的要道歉啊 因为我就是因为他之前太宠我太惯我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 然后就让他伤自尊了 今天你是来修补的 对向他道歉 然后想要求他好 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可能在一起了 他怎么伤了你啊 让你这么难受 那是我们那个几个同事还有我们老板也在嘛 在一起吃饭 我也带着他去的 然后他就拿着我的手去看嘛 他就看到那个一个陌生的电话 当时我也喝了点酒 他问我是谁的 我就没搭理他 没搭理他他后面就直接当着很多人的面 直接闪了我一个耳光 但是你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凶我呀 你也知道我是一个爱面子的人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私下交流呢 你要打我你觉得你做的对嘛 那谁冲动起来的时候谁还在乎那些东西啊 我跟他在一起感觉我已经崩溃了 怎么会崩溃呢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他跟我提分手应该不低于三十次吧 那哪次是真的呢 哪次是跟你骑着玩的呢 不低于三十次吧 每次我去哄他的时候 经常都是我骑着电动车两三个小时去找你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电动车到半路没电了 我是推着过去的 但是这样也证明你爱我 你老是让我证明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嘛 我就开始实习开始工作嘛 然后他就经常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比较忙嘛 所以他就老是觉得我没有时间陪他 他老是提分手 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每天都陪着我 说一句话他就马上陪我 甚至真的让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的 老是就是发一些男的照片给我嘛 他就说你要是 谁让你不陪我 再不过来陪我的话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什么 他发男人照片给你 对对对对 是一个男人还有一堆男人 有好几个吧 那几男生都是我玩的好的 我想故意刺激他的 玩的好的 就玩的特别好的 像称兄道弟那种 我就刺激他 我说那个男的在做我好的 就是备胎是吧 不是备胎就玩的特别好的 那我们分手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跟一个男的好像瓜哥很多的 那段时间不是分手我难过吗 然后他就安慰我啊 就陪我 安慰你有必要就是 你们经常会在一起嘛 那是朋友在一起 就单纯的在一起玩呢 可是我让我觉得 已经不单纯了你知道吗 就因为我早上的时候 不给你买个早餐 你就当着我的面 给他打电话 让他送早餐回来 但是你是我真实的男朋友 你都不能够满足我 这么一点想要求 而他只是 我还没有满足你吗 就他不给你买早餐 于是你当着他的面 让别的男人来送早餐 这是真的吗 有 当着他的面打 对 你可真够 但是那个朋友说是玩的好的呀 我就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老是说我没用 没钱 有的时候 老是说我没能耐什么的 可是 但是你想一下 我认真 我努力的去工作 去赚钱的时候 他又说我没时间陪他 我特好奇啊 你哪来了这么多的优越感 因为我之前为他付出了很多 不是我到听到现在没听出来 你为他付出过什么 我听听吧 你知道吗 就当时我高三毕业的时候 我明明就可以去上个更好的学校 但是我为了跟他在一起 我就跟他抱着一个同一个城市的学校 我是忙着我家人抱的 当时我家人知道我一气之下 他都不给我交学费了 我知道你为我付出的挺多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还是坚持想要跟他在一个城市上学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带着仅有的五百块钱 我就上去学校去了 当时我才那么小的一个人 就带着五百块钱 还没有交学费 就当时大一的时候 大家都在忙着 就是曾经在大一的 那个开学的喜悦当中 可是我呢 我要忙着去兼职 然后你就觉得 你挺对不起他的 对对 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 所以就是我 不是我问个细节 我问个细节 是他穿的你跟他一个学校的 还是这是你自己决定的 他穿的 可是你后面是怎么对我的 你知道吗 每次我辛辛苦苦赚的钱 你就拿着大手大脚的花 而且花掉以后 你还说我没钱没能难 但是你想一下 两个人之前在大一的时候 吃了那么多苦 好不容易日子宽育了 能够买一点东西 对自己好一点不行吗 我特好奇一件事啊 既然是这样 他提出来了 你又能找到更好的人 为什么不找呢 你看你也有备胎 对不对 跟他过得又那么苦 现在他又提出分手 分了不就得了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跟他在一起 其实挺开心的 我最忘不了的 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不是参加那个播主的 艺考嘛 然后他就一直都陪着我 就是我练习极性评数 我练习自我介绍的时候 然后他都就是陪我一起练 在当时那样情况下 是我家人还有朋友 他们都不太支持我学这么专业 就是有过一段回忆对吗 对有过那段回忆 我特别特别难忘 所以那段回忆也让我就是 觉得他人真的特别好 好 那段时间他还陪我去贵阳那边 参加了一考 就全程从开始参加考试 到最后他都是一直陪着我 照顾我 就我 我当时要减肥嘛 然后他就每天给我送豆浆 然后我练习舞蹈 晚上练到晚上一点多 他还去跟我接我 男生我问一下 似乎听起来好像三十多次分手 你并不在乎 我 你最在意的是说 他当众抽了你的耳光 对对对 我现在让你做一个排列项好吗 第一是当众抽了你的耳光 这个事你觉得很没有面子 对对对 第二其实 在这个事件之后 在你们闹别扭的时候 其实在他的生活里面 出现了其他的男人 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其实也挺没尊严的 对对 就这两件事情比起来 哪件事情让你更伤自尊 两件都挺严重的 但是让我更伤自尊的 我觉得就是他当着 当着我同事的面 甚至当着我老老板的面 直接给了我一个耳光 你就觉得伤耳光这件事 更伤你的自尊 而他当着你的面 让别的男人 给他买早点那件事 你觉得无所谓 那件事是我故意刺激他的 但是我也想要表达的就是说 他不给我买 自然有很多人愿意给我买 你要表达的就是 他离开你 其实还有很多男人 还是喜欢你的 对 就很多人愿意照顾我 关系我 是这意思吧 真不回去了 真分手 我觉得我们 真的可能回不去了已经 那你来干嘛呀 我就是想让他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别老是用那个 他为我付出来威胁我 我也有付出 我也想让他知道 你的那些付出算什么呀 有我的多吗 你们现在开始算账了啊 好吧 这样 给你们一个主题 每人一分钟 女生 你先用一分钟说你为他付出了什么 男生 你准备一下 你也用一分钟说你为他付出了什么 既然要算账 咱们算清楚今天 来吧 我为他付出就是 之前有个梦想嘛 就想要考一个好的学校 学自己喜欢的专业 但是呢 我为了跟他在一起 就没有学那个专业 毕业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做什么 很迷茫 家人那边关系也 因为这件事情 就闹得不是太愉快 所以我觉得 这一方面 我就付出挺多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 因为我一直以来 都是有很多 就是身边有很多 比他优秀比较帅的人 对我特别好嘛 我本来是可以选择那些人 但是我没有选择那些人 我只是说 拿那些人来刺激他 但是没有去选择那些人 嗯 我为你改变了人生轨迹 我为你放弃了更优秀的男人 这是我的付出 说说你的付出吧 我觉得 我知道他对我付出挺多的 所以就是 我为了努力的赚钱 工作 我就是把我好多学业 都拉下来 我觉得他 你真的 有的时候他让我失望了 明白了 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变得如此卑微 是吧 我不想再卑微了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你付出的是一个男人的尊严 是这意思吗 你觉得 那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放弃好学校这件事情 那不叫付出和牺牲 那叫冲动 牺牲和冲动有什么区别呢 我给你讲讲啊 牺牲 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之后 愿意承担后果 并且甘之如意的 叫牺牲 冲动是什么 这件事情我做了 但是我要一直拿出来讲讲讲讲 然后我一直是不满意这个后果的 所有的结果我也不要承担 我要你来承担 这叫冲动 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冲动 而不是牺牲 他可以拿这种事情来绑架你 他就已经不是牺牲和付出了 当然了 你当时穿夺了他 所以呢你这几年呢也是你活该 出来混总要还的嘛 是吧 这是对你来说的话 对姑娘来说呢 伤害一个人是很容易的 伤透一个人是比较难的 要伤透一个老实人 那就更难了 但是呢伤透了之后 你还想往回捞 这个可能性就不大了 什么叫你为他牺牲了 放弃了很多优秀男人呀 你如果爱这个男人的话 你不是应该觉得他是最优秀的吗 如果你觉得他不够优秀的 你为什么要缠着他呢 为什么不去找那些更优秀的呢 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 对呀 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你要的是人家对你好吗 你心里面很清楚 其实他还是对你真正好那个嘛 那你为什么要一次作践人家呢 所以我觉得挺挺下去反省 然后我觉得自己 你哪有反省 我没有发现 你有任何的反省 你上这个台来 还是拿以前这么一点 冲动的往事 一次次来说 还大言不残忍的 男人一定会为我送早餐 给你送一支早餐 你就觉得人家好了 姑娘 有一种离开叫背叛 还有一种离开叫活该 你就活该那个 女孩那么多的优秀的男人 我没有去选择 这话说出来 我都觉得脸红 你这句话恰恰暴露了 你在讨战 你就应该对我好 你对我好才行 否则咱们就分手 一年得分十次 你不觉得恋爱当中的人 你其他人再优秀跟你无关 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 如果你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 你是在跟他谈恋爱吗 我就纳闷了 你这样的行为过一年 我觉得就已经受不了了 到极致了 今天此时此刻 你才知道 我也是有尊严的 怪谁啊 你也活该啊 你觉得你们之间是爱情吗 所以赶紧打住吧 就这么着吧 好 谢谢曲总 来 附老师 我有一个朋友 离了婚 孩子判给了老婆 孩子已经七岁了 然后在他的老婆再婚了 大概也就几个月的时候 他就看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让他特别的伤心 他的孩子称那个人为叔叔 说那个叔叔给他买了俩遥碰汽车 说那叔叔对他真好 于是我这个朋友就特别感怀 说我养了你七年 一个叔叔一辆遥控汽车就把我给打败了 当然孩子是童言无忌 但如果这个事换到像你这样的一个成人身上 那就太可悲了 刚才陆琦用冲动和牺牲来解释你当初所做的决定 我觉得换两个字可能更贴切一些 一种是挥霍 一种是慷慨 一种是慷慨 慷慨是把自己最珍贵的 自己认为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 把他牺牲付出 而挥霍是自己都不重视 而随意的舍弃了 你放弃好的学校跟他有关吗 你就不应该放弃好的学校 你放弃好的学校跟他有关吗 你就不应该放弃好的学校 你放弃好的学校跟他有关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是没有听进去 他们不是在说你没有对这个男人付出 一味地在索取 而是说即使有付出 也不能如此对一个人不尊重 我其实不喜欢这样性格的男人 我特别不喜欢 就是想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 可以完全地委屈求全 唯唯诺诺 一旦所有东西得手之后 他希望变成另一个样子 要说没尊严早就美了 何必今天在乎呢 都看清楚吧 看清彼此吧 初恋的时候我们不懂爱情 我们挥霍过时光 不要再挥霍我们的时光 请记住 珍惜身边的人 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年 你觉得这段时间以来 你真的付出了吗 这段时间你又没有 估计过我的感受 真的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 真的是没必要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只觉得自己 好像之前真的是太过分了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好 时间到 两位请回吧 请关门 好了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谁 来 姑娘 来嘛 我觉得这才是你人生的开始 这就是生活 跟她说再见吧 我觉得以前确实是我过分了 这次感情我没有珍惜好 如果下一次 我还能 就是找到她的话 我想真的跟她再道一次歉 好 这个感情能画句号了吗 我觉得我会努力地 再把她争取回来 然后改正 让自己不要 以后不要再那样对她了 谢谢你请回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没必要在一起的 这么长时间来 她一点都没有改变 就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话 我感觉她也没有听进去 我觉得可能 我们也就这个样了吧 永远都回不去了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 图牛APP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优惠券 领不停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一倍诗 爱情保鲜记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跟她是十年的老同学 以前就暗恋过她 机缘巧合 我们现在在一起了 但她很少主动联系我 也没有公开我们的关系 我很难过 不知道该怎么办 王尔德说 真正的悲剧分为两种 一种是没有得到 一种是得到了 没有得到的悲剧 恰恰来自于渴望而痛苦 就像你的过去 得到了的悲剧在于 不过如此 就像你的现在 在我看来 还有一种更大的悲剧在于 永远得得到她的人 却得不到她的心 那既然是悲剧 应该早早收场 好 谢谢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时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诗冠名播出的 药保湿 一倍诗 一倍诗 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诗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 图牛APP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优惠券 领不停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登陆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乐视网PPTV 剧力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再次的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